红斑性狼疮案例 1988年我因脸上皮肤起红疹 到医院检查 结果住院一个月被宣判得了红斑性狼疮 从此开始了我的药罐子人生 因为担心肋固醇的副作用 我也四处寻访中医 当病情稳定时 曾得到医师同意停药一阵子 但仍固定抽血检查 直到1999年 因小肠血管炎再度住院 大量服用及注射肋骨醇 并化疗六次 从此我不敢轻易检药 每天都必须固定服用肋骨醇 回您免疫治疾 虽然朋友送了许多健康书籍 提到各种食疗法 人体治愈疗法 但谈何容易 渐渐地不变得消极任命 不再有期待 因为长期制药的副作用 让我每天有渴不完的浓潭 手脚冰冷 容易累 再加上2016年右脚骨骨头骨折 住院做髋关节自换手术 经X光检查又得知 左脚骨骨头已经坏事 和病友讨论才知道 这也是红斑性郎昌的后遗症之一 更担心左脚以后也要手术 因此两年来不敢爬山 只要求自己日行万步 有一天当我穿上长裤 变得松垮不堪 才经觉双腿肌肉萎缩 体重减轻了三公斤 原来身体正在崩坏而不自觉 2018年7月中 朋友介绍我来原始点 因为担心无法爬山的问题 在志工的鼓励下 每天陪着我爬山 参加学习营中 明白运动按推温服 与中午推广处提供的温热性饮食 用意就是要我们将 原始点的方法落实在生活中 原来三甜苦辣四味 只允许辣的温热 水果海鲜都属寒凉拒绝食用 我从完全不敢吃姜喝辣 到现在每天喝深姜茶 吃微辣饮食 虽然限制很多 但我看到了曙光 原来姜茶温敷 能够提供身体热能 是手脚冰冷的我所迫切需要的 我从7月下旬开始一个月内 将吃了20几年的药完全停掉 我有这样的勇气是因为 有原始点作为我的后盾 让我安心不少 原始点让我燃起一线希望 若想要将生病的身体逆转为健康 辛苦是难免的 因为一个人容易有惰性 感谢志工们陪我爬山 激励学员流着汗水找回体力 虽然骨骨头坏死 原来我还是可以爬山的 我很开心 爬山一个月后 大腿肌肉变得结实 农坛也减轻许多 有这样子的进步 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 我愿意喝深姜茶代替药物 我愿意爬山流汗代替医院奔波 因着善缘我有幸认识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感恩崔广处 全体志工的大爱